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慧文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邀 由中共收紧教学自由 应办国际学校而撤出 香港体制外精英担心中共用原职器 经人插手 香港首富李嘉诚被取消 堵苏仪市长此轮被构 科物八成是中国出口 不再委曲求传 日交流协会在台北升太阳旗 激沉一艘航母要多久美军曝光 罗马尼亚5G建设拒绝与中共合作 排除华为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邀中共收紧教学自由 应办国际学校而撤出 英国有不少的国际教育机构 近年去到中国开办学校 据英国《泰雲时报》17日报道 有50间开始在中国 由英国教育机构营运的国际学校 在教学上面临限制 因此部分学校正有意改到 越南、非洲或埃及营运 报道指 中国教育局今年3月向商与私立学校在内的学校发出指引 任何学校如果有本地学生 都必须遵守国家课程 英国选校雜誌《幽良学校指南》編辑指出 很多学校不愿意承认自己在中国设有学校 怕影响在西方家长口中的声誉 英国的教育机构在中国开办国际学校初期 只限取六持有外国护照的学生 但由于国际学校竞争大收心不足 学校也逐渐开始录取大陆学生 但就进入了中国教育部的规管范围 香港体制外精英担心中共用原即器 在中共进一步蚕食香港选举制度 大幅缩细民主派参政空间的大背景下 观察人士表示 香港的商界领袖甚至亲北京的政界人士 都担心中共会将他们用原即器 美国之音报道 观察人士根据中共过去的轨迹 认为土生土长的香港精英日后会被中共边缘化 反而非香港人日后就有望晋身治港班子 香港时评人陶杰告诉美国之音 从历史上有中共对上海工商界的先拉拢后打击 香港回归时中共也有拉拢商界人士 但现在连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也无法获得中共信任和善待 更何况香港土生土长的精英 香港行政会议13日通过有关修改选举制度条例草案 负责推选行政长官和选出40位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委员会增至1500人 选委会五个界别大量加入所谓的爱国爱港团体席位 香港的地产商以往被认为足以左右香港特首选举的结果 随着选委会大量加入可由中联办直接控制的组别 北京日后将没有与香港商界结盟的需要 陶杰说新的选举制度很明显有将香港的工商界和地产界利益代表分拨了 最重要是一些迹象令香港的精英不安 中共调动了工联会在内的香港基层组织 口头批斗香港的财团 说香港的房地产是癌症 等于在性质上已经将香港若干财团定为敌对关系 香港的精英也不是傻的 他们知道什么是慢火煎鱼或者温水煮花 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雨石就表示 香港亲北京阵营根本从来没有获得北京的真正信任 中共本身对执政班子的要求是很高的 要求纪律性和忠诚度 外围的人就只是利用 本地精英一定程度上也是所谓统战过来 回回旧仗 现在顶尖的人其实也是港英当局当年栽培的对象 只不过在回归关头他们离开港英阵营 跑到亲中共的阵营 纵程度其实也很值得怀疑 陶杰表示选择留在香港的精英们必须面对现实 他说如果要留下就只能和香港的中资或者红色资本暂时合作 但是他们的所持份额会越来越淡 第一是避免个人被批斗 第二是避免个人企业财团被批 第三是避免香港整个本地财团阶级被批斗 欲除真板上如果你不喜欢你就走 经人插手 香港首富李嘉诚被取消 习近平在香港开启经人治港的模式 首富李嘉诚失势 有亲北京港媒报道 亲北京阵营亦出现矛盾 原因是在选委会第三界别生增的同乡社团 核下有42个属会和十几万会员的潮属社团总会并没有入位 过去被视为香港做王者之一的香港首富李嘉诚 更是该会首席名誉会长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曾表示 今次订定选委会团体选民 其中一个标准是要有三年历史以避免中票 但在入围的24个社团名单 香港山东社团总会在2021年4月12日才成立 而香港甘肃联谊会就在2019年6月10日才成立 有报道说 港府推出草案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 负责产生特首的选举委员会也出现大洗牌 香港传统支持北京的人士要让位给北京指派的团体 连李嘉诚也要让路 堵苏仪市长撤轮被扣 货物八成是中国出口 造成苏仪市运河堵塞的长撤货轮被埃及政府实行预防性扣押 直至船东支付9亿1600万美元的损失赔偿才可航行 船上货物也不能及时交到货主手上 而船上35亿美元的商品中有八成是大陆的出口商品 据财新网的报道显示 长撤轮共搭载18300个集装商 船上货值约为35亿美元 而船上货物八成以上都是来自中国 这个对有货物在长撤轮上的业主来说 无疑是个恶号 一位在长撤轮上有三个集装商货物的中国外货企业负责人说 根据和欧洲买方签订的协议 货物到达六特丹港后 我们才能够收到尾数 这笔钱占全部货款的三成 现在长撤轮被扣在苏仪市运河 解决时间遥遥无期 而长撤轮的承租方 长撤轮海运已经明确表示 不会承担货物延误的责任 因为货物延误将由保险承担 对此 有中国保险公司人士表示 长撤轮船东已经宣布共同海选 对于船上的货物损失 购买货运的货主可由保险公司承担分摊费用 但没有购买货运的货主就只能自行承担损失了 有贸易人士说 按照以往的操作 货主或保险公司交完押金 才能将货从船上拉下来再运走 这个操作会有一段时间 对于那些紧急货物 可能最终需要飞机转运 该贸易人士说 在一般常用的贸易条款下 货运风险是自货物上船出发后 便转移到买方 理论上需要分摊赔偿金的是收货人 但有些货值较低或者时间较敏感的货物 买方很可能会直接棄货 如果没有付完美数 中国出口商就要承担货物的损失 不再委曲求全 日交流协会在台北升太阳旗 美日领导人17日发表联合声明 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 日华议员肯谈会会长古屋龟斯 也在同日在推特上表示 日本驻台代表官邸今天终于 可以在圆关升起日本国旗了 过去日本对中共有所顾虑 所以先一直没有悬挂国旗 现在日本外交不再委曲求全了 这个由将近300名台湾友好的 日本国会议员组成的 日华议员肯谈会 会长是古屋龟斯 他说台北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相当于日本驻台大使馆 出入处开始升起日本国旗了 这个原本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过去因为一直顾虑到中共 所以没有悬挂 古屋还写说 不知道造访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人士 是不是有注意到我们这个变化 对于日战偏离正轨的中共 民主国家应该合作起来一起对抗 古屋还将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入口处升日本国旗的照片 分享给大家 日本在1972年 和中华民国台湾断交 和中共建交 1972年12月1日 本部设立处理日本与中华民国事务的交流协会 属公益财团发人性质 本部设于东京 和月26日在台北高雄两处设立了事务所 在和日本政府紧密的合作之下 处理和台湾的各项实务关系的业务 激沉一艘航母要多久?美军曝光 随着科技的进步 航空母艦的效能和战斗力更成为 衡量一国军事威力的重要依据 近日在军事专栏《铁血观世界》 讨论关于航母战斗力的话题 并透露以8万4千吨的航母来说 要完成所谓的激沉 至少要花上25天的时间 讨论说 航母作为现代海军梦寐以求的海上大型移动平台 承担着艦载机、火炮、飞弹等大型武器装备运输工作 拥有庞大的体型和超强的远程航行能力 帮助各国海军更好地开展远洋作战计划 想要激沉有着海上浮倒之称的航母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美军的实验曾经显示 在火力无限制而且航母位置维持定点的情况下 激沉一手排水量在8万4千吨的航母需要25日时间 激沉航母是一回事 能不能接近又是另一回事 由于航母不会单独直行 几乎都是采编队的方式 已完成护航任务 因此要击中美国的航母几率极低 另外假设采用核动力的美航母 真的在战争中被激沉 亦必然会为海洋乃至全球环境 带来难以想象的冲击 首先在军队对峙的过程必然造成严重损伤 再有就是航母的船身损毁恐怕导致核外舌 届时核废料就会随着海洋流到全球的每个角落 最后没有人是赢家 因此以当今的军事作战来说 并没有国家敢真是挑战这项任务 罗马尼亚5G建设拒绝和中共合作 排除华为 罗马尼亚政府日前批准了5G网络立法草案 正式禁止华为和其他中企 参与它5G网络的建设 罗马尼亚议会的5G立法牵头人 该国国会网络委员会的代表波贝斯夫表示 按照一份和华盛顿签署的2019年备忘录 罗马尼亚政府刚刚批准了这项 对我国至关重要的法案 这个意味着中共和华为被排除 在罗马尼亚的5G合作伙伴关系之外 罗马尼亚酝酿排除华为的法案是在川普时期开始的 除了罗马尼亚 川普政府还和波兰、爱沙尼亚和捷克等国都签署了5G安全协议 这个意味着华为失去了东欧和中欧市场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 怎么办 对 你 谁 ade 我